嘿嘿嘿嘿 我就知道你最八字 嘿 有我這個意思 鄉土劇中 安迪愛搞笑又講義氣 精湛演出讓粉絲印象深刻 不過今年八月 安迪被診斷出罹患食道癌 治療了三個多月 晚間不幸傳出二號 藝人安迪與病魔對抗多時 已經於今天清晨安詳辭世 而他位於戲子的家門口 也貼出了喪中兩個字 謝謝大家都這麼關心 我的姐夫還有我的姐姐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今天一整天 都在忙著處理他的後事 講到傷心處忍不住哽咽 小姨子代替安迪遺孫 陳惠兒出面 治癌離世 全家人都還難以接受 井井一威安迪夫婦 間諜情深 時常在臉書曬恩愛 陳惠兒在臉書po文 寫到治癌的先生已經離開 也說自從安迪離癌以來 從不喊苦 為家人勇敢對抗病魔 謝謝他一生的付出 全家人會勇敢堅強地走下去 字字句句流露出痛心與不捨 1961年出生的安迪 28歲從綜藝節目出道 出過唱片 也參與過多部戲劇演出 以諧星形象縱橫演藝圈 而他的一對兒女 林英卫 林志榮 才華洋溢 雙雙雙以歌手身份 闖蕩藝能界 安迪積極栽培姐弟倆 希望他們闖出一片天 無奈還沒等到兒女 大紅大紫 安迪就不敵病魔 享年57歲 留給家人 無限遺憾 記者李孟昌 陳一璇 新北市報導